眼看怪兽正直逼而来 众人不敢迟疑迅速开溜 岂料这只人面怪却紧随其后 无论他们去到哪里 人面怪总是阴魂不散 好在他此时并未打算伤害众人 正当一切就这样有条不紊的进行时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发生意外了 此时不小心看到镜子的黄毛缓缓抬头 一张美丽的面庞就直接怼了上来 看着怪兽发怒的双眼 小黄毛顿时吓尿 就在人面怪即将发动袭击时 好在小帅及时推开黄毛才躲过一劫 紧接着上头的怪兽却再度袭来 他们不敢迟疑立马撒腿开溜 眼看到嘴的肥肉就这样跑掉 人面怪却只是抛了个魅眼就转身而去 众人趁机立马起身开始迅速逃离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矿洞之下 就在几人终于找到逃生之路时 小美顿感大势不妙 随着他们缓缓回头 那只人面怪果然如大家所期待一样 以闪亮登场 眼看怪兽正疯狂袭来 千军一发之际小帅终于推动缆车逃过一劫 现在众人的命运已和缆车紧紧相连 即便他们迈着30马赫的光速正疯狂前进 可上头的怪兽却依然不甘落后 眼看人脸怪已经在眼前 队友突然解下背包准备与其火拼 原来这里面装满了燃烧弹 小帅立马带头掏出一颗迅速拉开黄后便向怪兽扔去 见人脸怪被成功劝退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谁料怪兽其实正绕路跑到他们跟前 更糟的是前方还有一个坍塌的巨洞 此时众人的车速也达到了60马赫 想要停下来已是痴人说梦 眼看怪兽已急速赶来 就在众人马上就要隐恨西北石 在导演的安排下 他们竟然从怪兽的背上及时而过 正当众人成功落地之时 不料小美却发现前方已是死路 过快的车速 疯狂袭来的怪兽 众人此时已经别无选择 他们只能将一切交给命运 好在导演并不打算让他们英年早逝 四人竟然成功地活了下来 而人脸怪见众人后台如此强硬 也只好作罢返回朝鲜